我逐个月浓缩地说,让大家不要太过不开心 我先说第一个月,正月,又见新曙光, 严阵以待国奔王,莲花满屋代新姬, 其实都是说白费代兴, 尤俊登夫何日了,医师年约救万民, 苦口梁药代佣人,中国灵药破天下, 灵丹下,下病妖魔徐,白费代兴,遍地亡, 初见笑声在世间,聚弃救国中土人, 出于中华,勿忘国。 第一件事,我之前说了, 袁洛师傅和台没有一个既定政治立场, 但是,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 我亦都,之前都说过,我爱国不代表我爱某个政权, 甚至乎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代表我要反去,我想去改进, 是不是?我们的台都想去改进, 不是想去反去, 没错, 我和阿曼站开第三者的角度, 我抽离一个角度去看, 我撇开阴谋论去听先, 不要理说毒在哪里起源, 我不想这件事先, 我们先想时间timeline上, 客观条件上的而且我们祖国是赚了别人的时间, 因为早八九个月发生, 早八九个月发生, 李正的实战经验已经赢了, 欧美的开发至实践临床的时间, 其实是很选的时间, 所以你不得不给他牙策, 为何呢?他有十几亿人去演练, 而且他九个月之前已经在行, 所以他现在出来的实战能力一定是强, 比另外欧美的两个证明, 在这个签文我看到, 他有一句叫罪欺救国中土人, 其实很多外国人都是来中国互相参长, 虽然大家打到残势, 但百废待兴, 其实我之前都讲过, 其实有一件事叫死点再生, 还有我不记得, 好像焦点是曾经有善逊问过我, 其实那时刚刚是19年的社会运动, 是害人害怕, 其实有些像以前六七暴动那时, 如果你看历史, 六七暴动之后是有一两年借了, 但四年后是亚洲四小龙弹起, 当然始终有元乐家说, 王法海你这么乐观, 我就觉得既然是一个艰难或者挑战, 就说与其担心不如想怎样去面对好, 对不对? 没错, 无论在那坐在那摇底, 害怕跳楼塌楼死, 怎样怎样, 你不如怎样集气做好件事, 或者做好风险管理, 这样就更加刺激, 所以就说这次疫苗难以三个地方, 有香港、有中国、有大陆, 而去到二月份的签文, 其中有一句我抽出来说, 东方之珠葵首行, 各取琐碎蔡燕绍, 逃出生天是否真, 其实就说, 上文字分下理,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同一时间用三种疫苗, 在香港, 你留意一下, 欧洲、美国、香港、大陆, 世界上有哪一个地方, 同一时间有新闻自由, 同一时间用三种疫苗, 作为一个世界级科学家, 在哪个地方拿得到最安全再稳妥的数据呢? 在香港, 以及香港的医药高手, 这件事是冒起了头, 在二月份的签文间接地说, 香港成为一个东方之珠之源, 不是说金融, 而是说这件事是冒起了, 因为全世界不会有一个地方同一时间用三种疫苗, 你看到哪个地方有这样的可能, 有这麽全面的实践机会呢? 没有, 还有在三月份有些特别的情况, 在三月份, 其中有一句, 我不能读起, 市集车来人往多, 面具脱下重建江, 此经一役大成长, 守望相座, 解困境, 原来漫游, 原是福, 何用奢华也困憂? 其实在三月份, 农历三月份, 大家可能有机会是脱口罩了, 哦, 四月即是要新历, 是的, 那是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 你计算时间, 我当下个礼拜开始打枝药, 不管是国药或者海外那些, 其实试一两个月, 就知道有没有大件事, 如果头一个月没有大件事, 那些人就慢慢会打, 跟着人的心态都会慢慢定下来, 至于之前很多做航空业的朋友, 很多很担心, 或者做旅游业都死了, 每个香港人怎么办呢? 在三月份, 他解释了会脱下口罩了, 但四月份是有另一个隐喻的, 四月份他除了经济上, 或者情况会放松之外, 我先说一句, 行行学子上学去, 其实就是可以回学了, 但是在四月份的第二句, 有一些要前言后语再看的, 莫再怨恨天身仇, 而去到最后有一句, 重拾旧朋友再长谈, 我这剎那间想到一个画面, 大家在19年那时有个江湖传闻, 当然, 这个是纯粹江湖传闻, 不关焦点事, 也不关我事, 当时八月份, 其实社会运动去到尾声, 而纪律道队的部门, 其中有一位姓刘指挥官, 好得民心那位, 曾经出来跟手足聊天, 其实有会谈是大家谈得挺好的, 无奈野心家, 纪律一, 因为它要拱固纪律一地位, 要继续运动, 不能够这么早迈尾, 如果太早迈尾, 它不能够向政府, 向三条七拿更多的资源, 没错, 所以它就拆了会谈, 事后也证明了这个论调是真的, 因为的确一年后, 它去立法会拿到的资源是天文数字, 是, 证实了当时, 刘sir想去跟手足聊天那件事, 被人炒火了, 但如果我在这段看, 我看前看后的话, 其实是有得谈的, 是, 有得谈的, 还有我也提过, 其他节目提过, 三万个阿蛇, 即是那位纪律部队的人, 是, 我提过很多时候是80或90后的年轻人, 他不知政治的黑暗, 当日赞你, 叻仔, 你执行得好, 楼上一转吹和风, 你就变成垃圾器用的东西, 是, 其实就是说, 如果真是打和风, 随时这些事情会发生的, 跟着大家, 它不是一朝一夕, 是可能开始先行的, 是, 去到五月份, 之前不是很流行移民的, 是, 我记得我去年都提过大家, 不要麻木去移民的, 是, 在五月份, 它有一段文字, 其实是提醒出去的朋友的, 是, 是, 还有子女在那边生不生存得到, 生不生活得到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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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头资料惹人记, 其实意思是说, 你们移民了, 即是移民了一些, 麻烦不要预护啊, 要护啊, 因为呢, 除了祖国朋友之外, 在香港有些人去到也是很牙策的, 嗯, 我看到其实有机会可能在欧美, 会有第二轮的社会运动, 而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一个内地人, 或者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去到外国很吃虧的, 是, 是, 老外呢, 他不懂分你哪里的, 说你是香港人, 不适合, 就找过来的, 是, 所以就, 无谓, 呃, 你, 拿多个证件没问题, 但是你真的在那里住, 在那里生活, 大家认真想一想, 是, 还有呢, 在五月份有一句说话, 我们政府经常说创科, 是吧? 是, 是, 创科, 但他有一句说, 乘击四方共创科, 定下妙计望成真, 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说创科成功, 单购香港和祖国人才是不够, 是要用新的政策去吸引新的人来香港才发展得到, 当然说, 李祖先师看到香港想走这条路, 是需要这样走的, 但是, 如果按现在的人才的梯队是应接不到的, 即是建议政策上要微调, 即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说, 我亦都在香港人的角度, 如果单靠现在那几间大学去培养出来是不够的, 是吸纳, 除了有时祖国会伸一些, 但也要吸纳外国的人才才行, 是, 是, 跟着, 去到六月份, 其实六月份它是讲一些移民的苦放, 即是它回应上一句, 坦打出头了难逃, 他国谋略实坎伦, 其实去到那边其实很可憐, 卑微道日响清休, 凡人只求见工业, 远走他方实难留, 其实意思是说, 其实它导出说, 很多可能移民了半年左右, 已经知道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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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